另外一人团体飞轮海到东京上节目 主办单位特别开放歌迷参观 日本粉丝偶像透过这个玻璃看偶像 情绪相当的激动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拼命拍打玻璃 让场面混乱差点失控 东京元素街头拉起了白色布条 围成拥挤的小空间 歌迷站在布条里面朝着玻璃窗 拼命的挥手尖叫 挤成这样到底在看什么 原来是台湾的艺人团体飞轮海 在录音室里面录节目 日本歌迷看到偶像很激动 用力拍打玻璃窗 场面混乱差点失控 工作人员大声指挥 排队看偶像 每个人只有一分钟时间 彻底排队排了七个多小时 终于亲眼看到了偶像 短短六十秒 歌迷抢时间赶紧拍照 台下乱成了一团 飞轮海在台上也差点闹笑话 还没拍照就把背景道具给推倒 无尊吓出了一身冷汗 逗了日本媒体哈哈大笑 难得在日本上节目 飞轮海大方谈感情 在镜头前真情告白 那我的only you当然就是 最重要是感觉要有 然后就是要愿意跟我分享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 就是他对我要老实 对啊 就是对我要很老实 然后我觉得性格那一块呢 其实性格是可以慢慢地修改的 最重要是他有用心去经营 这段感情最重要 理想情人到底是谁 飞轮海在节目上大谈心事 不保留也让日本的粉丝 印象深刻 中间新闻刘凤一圈 我们一起日本东京长报导 感谢观看